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记者 孩子虽然不抽烟不喝酒 但饮食习惯不好 平常不怎么爱吃水果蔬菜 不爱喝水 常常把可乐饮料当水喝 每次提回来两袋大瓶的饮料 几天就喝完了 孩子体型有点肥胖 但因为年轻也没太在意 后来他总感觉口干 身体不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因为咽血从他体内抽出的血样 有一半都是油状的血脂 这位大学生的母亲说 听了这个结果 我心里也好难过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就得了这种病 实际上这不是个例 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的发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化 年轻人最爱的高热量饮食 习惯性熬夜 久坐不动都是健康杀手 我们与疾病的距离比想象中更近 如果总是把饮料当水喝 爱吃零食 不运动 经常熬夜 身体逐渐被消耗 久而久之 疾病就会找上门来 知乎上有人问 为什么明明知道健康很重要 年轻人还在各种作死 有一个高赞回答说 因为总觉得自己年轻 当你仗着年轻对身体无所谓 会以为吃外卖 喝饮料是犒劳自己 享受生活 所有的挥霍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然后在某一天报复回来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 就有资格透支你的身体 这届年轻人已经不敢看体检报告了 2019年12月 32岁的网红博主 独角秀 突然住院 检查出患糖尿病 她的体检报告更是触目惊心 除了糖尿病 含有重度脂肪肝 甲状验胶脂囊 肝肾功能老年状态 32岁 很难和这些可怕的字眼沾边 究其原因 一是饮食不健康 二是作息颠倒 熬夜的时候 她常常一边喝可乐 一边啃汉堡 一边剪片子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啥油大 啥好吃 啥香 我吃啥 青菜啊一概不吃 拿着饮料当水喝 为剪辑视频 她常常半夜开始工作 直到凌晨五点 不到凌晨五点 根本不困 有多少年轻人 也是这样的生活习惯 外卖可乐 嘴巴是爽了 付出的代价却未免太大 舒本华曾说过 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拿健康换取其他身外之物 只有在病床上躺过 才会明白 只有身体是自己的 健康最重要 中国青年报曾经联合问卷网做了一项调查 主要是面向18至35岁的青年人群 选项包括了 一边无休止熬夜 一边勤勤恳恳的护肤 一边无节制的饮酒 一边泡枸杞水 叫着最油的外卖 却吃着大把大把的保健品 两千名参与调查的受访者 82.3%的人觉得上面这些行为很普遍 网友说 这届年轻人已经不敢看体检报告了 永远不要对健康 心存侥幸 糖尿病 高血压 癌症 这些曾经是老年病 现在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我的表弟20岁 正在读大学 就已经有高血压 去年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因为白血病去世 这让我既悲痛又一时难以相信 毕竟他还很年轻 根据抗癌协会调查统计 在我国 癌症发病年龄提前了15至20年 过去癌症的发病年龄主要在50至80岁 现在已经提早到了35至55岁 科普中国网发布过一篇文章 一文看懂糖尿病 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患病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国有1.14亿糖尿病患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糖尿病 20至40岁 糖尿病的病患人数占比6% 这不是危言耸听 这些数字不是凭空而来 而是你我的同龄人 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实际上年轻人患病的新闻不在少数 深圳25岁小伙小峰被查出胃癌 而他并没有胃癌家族史 江苏泰州 一个29岁的小伙 把饮料当水喝 患上严重的糖尿病 引发了视网膜病变 需要手术治疗 一个17岁的小姑娘 突发急性一线炎进了ICU 而她本身就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村上春树说 肉体是每个人的神殿 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 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 美丽和清洁 没有了健康的身体 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你可以对身体健康开玩笑 疾病和死亡 却不会跟你开玩笑 只会来真的 而你却斗不过它 对待健康 永远不要心存侥幸 有句话说 这世界上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 深以为然 有些结果 或许可以在明天挽回 亡羊补牢 有些后果 却再也无法回头 后悔莫及 珍惜身体 也是在珍惜家人 方舱医院的小品歌夏斌 因为创作短视频 在网络走红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他演小品 拍视频 只是为了逗妻子开心 夏斌的妻子 27岁的陈蒙 是一名室内设计师 2019年 陈蒙被确诊为 卵巢 高钙血诊性小细胞癌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癌症 医生说 目前没有见过 有活过五年的 二月份 夫妻二人 又先后感染 新冠肺炎 夏斌还陪着妻子 剃了光头 虽然他们二人 都乐观坚强 但妻子的癌症 还是没有有效的 治疗方法 曾蒙说 我想活得更久 活得更好 我想在家人身边 待的时间更长一点 回忆起之前的生活 夏斌感慨 快乐的日子 太短暂 快乐比痛苦还痛苦 看了他们的故事 因为二人 不离不弃的爱情感动 又因为被癌症 打破的幸福感 感到惋惜 毕竟他只有27岁 我是演说家 节目中 26岁美女投资人 周希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当他在凌晨 得知自己患癌后 想要给妈妈打电话 却又在拨出号码的 一瞬间 按了取消 那一刻 他害怕让妈妈知道 自己生病的事 电影《婚纱礼服》中 主角是一个年轻的 单亲妈妈和他的孩子 这位妈妈是婚纱设计师 因为工作很忙 她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在得知自己患癌后 妈妈一心想把一切都给孩子 她为女儿买游戏机 熬夜做紫菜包饭 带女儿去野餐 希望女儿能和同学交朋友 然而无论怎样弥补 她终归觉得遗憾 因为她再也无法 陪伴在孩子身边 生病不是一个人的事 一旦你受伤害 家人是最脆弱的人 无论你的父母子女 是近在眼前 还是远在千里之外 她们是最牵挂你的人 照顾好自己 就是保护家人 人生苦难重重 没病没灾 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生活的残酷在于 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当不幸降临的时候 没有任何征兆 而我们想要的一切 都需要有健康 这个大前提 健康不是要你放弃一切 在《每个人的战争》一书中 作者指出 维持健康并不是一件 艰难耗食的事情 不过就是变一种生活方式 不需要你天天去健身房 不需要你练出马甲线 多走路 多站站 减少久坐时间 不需要你只吃水煮蔬菜 营养均衡 控制高糖高热量饮食就好 不需要你调整成老年人作息 别熬得半夜不肯睡 一年一次的体检 是我们对自己健康 最低的保障 正如李开复 曾在一个演讲中所说 每一个人的健康 其实不是要放弃一切 对年轻人来说 你是可以努力工作的 一个礼拜拿三四个小时 维护你的健康 不要再把饮料当水喝 这场赌博 你输不起 你还年轻 可以随意挥霍身体 是最大的谎言 请不要再用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意外 来警醒自己 年轻的时候 请将些许时间 投资在你的健康上 人生只有一次 请善待自己的身体 愿你永远健康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